那就是我们大家一起 向着同一方向 在同一车向着我们轨道出发 是不容易的 挑战是很大的 但我觉得一定要大胆去跨出第一步 因为第一步可能是少 第二步也可能是少 但加起来可能就是一大步 这是我的理念 宣布参选行政长官的 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 继续某不停提展开竞选工作 他今天表示 已经争取到700多张选委提名票 明天将会报名参选 李家超今天下午 与选举委员会委员 进行了两场视像交流会 近百名选委出席 62名选委就着香港不同的问题发现 一起听听选委都关注些什么议题? 一个人如果是努力工作 守法行善 一生的人 他要求一个比较基本 但是良好的居住环境 应该不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 往往是香港人 他们穷一生之力 都达不到这样的奢望 我们要加快公营房屋 和私营房屋的供应 尽快告别劳房 例如看看可不可以 简化土地发展的过程 找个方法可以拆墙松绑 尽快可以缩短建屋的时间 我们法治方面 我对香港的司法独立 是绝对有信心 但是国际方面 我们受到很大的打击 很大的攻击 但是我们的宣传是不足的 大部分是用中文 但是国际层面 我们可不可以做多一些? 对于下届政府施政 选委都有不同的期望 有选委提出是否会重启政改 有选委关心香港人才哀流 有选委則希望改革医疗体系 提升香港竞争力 振兴经济 缓和疫情影响 因为目前来说 其实我们对外 我们又不可以开通 对内也都 国内我们都可以做到一个 就是免检疫的通关 有没有一个时间表 路线图 我们怎样可以早日打通 我们和国际的联通 和和内地的通关 在2019年黑暴事件 再加上现在新冠的疫情 一连串的事件 令到香港的资金外流 香港有什么具体的优惠政策 去稳定人生的行动 吸引那些外资重来香港 老人长者院舍 和残疾院舍 我们平常的运作模式 是正正新冠疫情 看到有一个这么大的问题 是告诉我们 我们是否应该去再重新考虑 硬件和软件的设置 在听完这么多位选委的意见之后 李家超有什么体会呢? 刚才在意见和问题 令到我启发的 第一点就是我觉得 香港要成功增加我们的竞争力 其实是有两个元素都要考虑的 第一,我实质的能力 第二就是宣传 要讲好我们的故事 所以在我们自己 除了实力方面去加强 还要在宣传方面去做 另外一样 我是非常鼓舞 大家是一致 同意 同心是这么重要的 同力是这么重要的 所以我在我的政府团队里面 是会再强调这个团队尊神 这个团队尊神 包括各司其职 各展所长 互补偿点 兼且共同解决问题 不管是哪个界面 哪个专业 我们都会同心同德 一起为香港做事